四论眷村文化保存意义 张茂贵的眷村意识形态批判 2014年2月25日8点57分 浏览1097 回响0 推荐4 引用0 看完2007年12月15日北市文化局台北论坛眷村保存运动会议发言 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质疑或反对声音 全都是一面倒的赞成保留 更没有人回答出论眷村文化保存意义不应歌颂的住宅一文中张品提到的问题 其中 外台会理事长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张茂贵的发言最耐人寻味 若对照他对近来引起重大争议教育部调整克刚的发言 让人怀疑这样封闭性 单一意志的眷村保存运动 连自缘其说的能力都欠缺下 还要透过国家力量强迫台湾人民纪念保存 张茂贵究竟凭什么批评别人 张茂贵在这个充斥眷村外省人的会议中的发言 其话术可谓高明 他不断地说 我也有一些小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我不做什么评论 但他在那讲这种故事 其一为何表面不欲设立场最著名的例子是沈富雄在评论 陈水扁有没有拿陈友好钱的时候 他说有四种可能 他是增加其他不存在的可能来冲淡事实 但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有些人以为骂人加个问号 就不够成诽谤 这未免太天真了吧 而张茂贵在周遭几乎都是眷村外省人的同侪同胞的情境下 举的例子就有可疑之处 他这种表面尊重听众的样子 其实并没有让受众在当下有真正思辨的能力 以下讨论之外并会将故事内容附在文末 他先以一个例子谈本省人对外省改建眷村的偏见 他用了几个剪辑 故事是说一个本省人要去看房子 经过改建眷村后 张茂贵问他要不要看 他说那是朱寥耶 这段故事我认为不妥也有制造族群刻板印象的嫌疑 其中还用了南部来的朋友 非常辛苦 劳工阶级 无产阶级形容他 这是否是与眷村人的阶级对照还是对立 很难说 但各位知道他们去看的地方是哪里吗 台北南港的黎明五村耶 我相当怀疑会有人可以把南港的电梯大厦说成朱寥 就算有好了 张茂贵是以他自己的经济能力衡量别人吗 台北南港的军宅是一个非常辛苦 劳工阶级 无产阶级的单亲妈妈能负担的吗 不是说张茂贵硬小看他朋友 但你明知别人可能负担不起 还说成无产阶级 又叫人买台北市二三十平的房子 这个故事太不合情理了 难怪张茂贵所谓的朋友用负面的话回应 我看说不定是骂你张茂贵寻他开心 另一个故事是他以学生之口谈外省人 因为本省人在228中的疮痛 有学生认为外省人的遭遇像蚊子 因为他以前咬过你 所以你对那个蚊子的印象就是坏 所以你看到那个蚊子就要去打 究竟为什么张茂贵的外省学生认为因为228 别人就把他当蚊子打是一回事 但这个故事适合在这个场合讲吗 一来是强化228等于外省人原罪的印象 二来这是该学生的族群偏见 你自己要研究个案也就算了 把例外当原则也太奇怪 就所有对外省人有敌意的人来说好了 有多少比例是因为228而把外省人当蚊子打 如果这个比例不高 值得大做文章吗 他又谈到朱天心的一个论调